工作人員不斷翻攪火炭堆 確保底下的金紙和香又完全燃燒 接著還要用長竹竿壓實 撒上粗鹽降溫 再由道士除煞安寅 台北保安宮過火儀式神聖莊嚴 董事長廖武志也來親自讀軍 數十頂教班人員兩兩一組 扛著剛繞進結束的神像 光著腳丫直接踏在騷紅的木炭上 應用表現讓在場觀眾驚嘆不已 全家廟方喊出禁 希望能為美尊神像加持靈力 同時還能淨化地方 過火就是神明初選之後 經過過火 讓神明的神靈更強大 所以我們在每次繞境采接回來的第二天 我們都會有過火的活動 三年一次的過火儀式 吸引民眾為官 紛紛拿起相機拍照 台北保安宮遵循傳統 還原過去宗教祭祀文化 讓現代人還有機會一堵民俗慶典 同時希望保身大地在聖誕這天 能為地方四福 為百姓孝哉解惡 記者邱世民台北報導